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十善一道尽 第十三面经文第三行看起 历粗卧语 二心诗故 偿富财宝 无能侵读 一切众慧 欢喜归一 言皆信受 无畏惧者 这是拨握口 这个拨握口而行不失 这是所得到的殊胜国报 前面两句总说就不必讲了 前面说过了 就是偿富财宝 无能侵徒 我们看这个别报 一切众慧 欢喜归一 这是非常难得 就是与大众相处的时候 这个众慧是许多人在一起 你都受到群众欢迎 这个欢喜归一 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个词句来解释 你会换得到大众的拥戴 欢迎 与人皆信受 你在大众当中发表谈话了 大家都相信 都能接受 没有委屈 没有抗争的 没有拒绝的 那么由此可知 这是一个非常得人望的领导人 那么他这份福德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不握口来的 我们今天看到 有一些领袖 确实深受群众欢迎 这个古报 我们就知道 他是怎么修来的 有些人地缺 有智慧 也有能力 也很热心 想为社会大众做一点事情 他跟大众相处 人家不拥护他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过去生中 口业上的问题 口业里的奢化粗 粗隆 让大众听起来不舒服 所以就感到古报 纵然你有智慧 热心为大家服务 大家抗拒 所以 圆满的福德勒 面面都要做好 少一面都不行 我们真正懂得英国的道理 了解报应的事实 自自然然 不用别人劝告 决定修 十善业 十善业用在哪一个行门上 都得到殊胜的苦报 我们为什么不认真努力 去修学呢 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这些毛病 习气改过来 果然能改过来 无论是法或法 真的是一帆风顺 特别在佛法里面 佛教导我们 要向一切祝福如来学习 众生无边是愿度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这个苦难 广义地讲 设法界的众生都有苦 都有难 设法界里面佛法界 那个佛没有明心见心 没有出力设法界 这个就是他的灾难 到一阵法界 到一阵法界 才算是你真正得到了安稳处了 佛法里面讲究竟涅槃 这个究竟涅槃 广义讲就是一阵法界 在华言经里面 原教出诸 就证得究竟涅槃 究竟里头 圆满究竟 那是原教的复古 那么出诸 那么出诸 二诸 分阵的究竟 设法界里面 声闻原教 真的偏真涅槃 设法界里面的佛 还不是分阵的那般 这些里根寺 我们都必须清除 都必须明了 这些菩萨们 声闻菩萨 为什么要修行正苦 目的何在 目的只有一个 为了普度一切众生 而修行 而求正苦 决定不是为自己 那么十善业道 是我们修行的基础 大根大本 我们的修行 最重要的是在起步 起步要做不好 前途就没有了 第二步你就跌倒了 摔跤了 把十善业道 用在四处世界 一切 法上 这个地方是教我们 你看看 这个今天 通大小城 通大小城 通一切佛法了 开端 就教给我们 将十善的 用在 菩萨 六波罗密上 不实 得财宝 财是福 保是会 得佛报 得智慧 福报跟智慧 圆不圆满 那就要看细行了 细行 细行就是十善 哪一种细行 得哪一种果报 细行不能不修 细行不是一般人常讲的 小小戒可以使 小小戒无所谓 这话不能说 说话粗鲁一点 小小戒 这个无所谓 古报不可思议 你能够 与大众借出 何言爱语 你得的果报是 大众欢喜 皈依 拥戴你 你说的话 别人欢喜 接受 这是从小小戒里头 得到的果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自己经验里面 或者是自己本人 或者我们看到许许多多 各个阶层的领导人 对他对他们的干部 对他们的员工 能不能得到大众 能不能得到大众 忠心的拥戴 我们是看这些古报 从古报 从古报 现在我们知道 它是什么因造成的 反复不知道 不知道这些 威胁的阴险 大众对你好 这还能过得去 如果底下群众 对你有意见 你就埋怨 怨天又人 总觉得自己 没有错 错都是别人 这个观念 这种思想 就是大错 下面这一段 利无意 二心失故 偿付财宝 无能轻得 饮不虚学 人皆尽受 能善方便 断住疑惑 这是不其余 其余 我们世俗间常讲 伶牙俐齿 很会说话 花言巧语 可是存心 就不善了 欺骗别人 诱导别人 走向不善 这些话好听 人都爱听 故事非常之大 那么其余 有有意的 有无意的 有意的 罪就更重了 看他伤害 社会的命 有多广 看他伤害的 这个影响时间 有多么长 从这里接罪 如果影响的面 很广 时间很长 这个罪过就不得了 他影响的面 不大 时间很短暂 这个罪过就很小 如果跟大家举例子 最通常见的 罪着歌谣 佛教没有到中国来之情 在古时候 歌谣是每一个民族 最原始的文化 再落后的民族都有 他都有他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歌唱 有他的舞蹈 我们现在常常在电视上看到 世界许许多多不同族群 他们的歌 中国古书里面记载 观光绿游 看到这个族群 看到这个国家 听听他们人民唱的是什么歌 唱歌的内容 舞蹈的内容 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兴衰 由此可知 古时候人观察如也 这些内容 我们今天来看 如果与十卧业相应的 不善 不善 哪里会有好的国报呢 这个国家 这个地区 决定会动乱不安 如果这些国内容 与十卧业相应的 这个社会一定好 一定是安定繁荣 兴旺 到人家家庭里面 你看看 你看看的家庭里面 这些陈爷 他的谈吐 言辞 他的爱好 这一家人 喜欢听什么歌 喜欢 看哪一类的娱乐 你也就晓得 这个家庭 是新 是帅 能看得到 在佛法的标准 凡是顺乎 信得的 这决定是善的 决定是好的 因好 果报 一定好 真的是 因云果满 如果他的因不好 要想 需求好的果报 绝对 没这个道理 今天在世界上 美国最强盛 美国强盛 真正的原因 我们读读 美国的历史 美国历史 虽然只有200年 前面100年 好啊 这个世纪初 二零年代 三零年代 我过去听方 东北先生说 他在美国读书 在美国教书 他非常尊敬美国人 在全世界 美国人讲正义 很难得 很不容易 世界 过过 在中国 想尝尽方法 争取特权 只有美国人 能够仗义 为中国人 说一些公道话 有他历史的约远 有他历史的约远 前人级的德 今天能够仗书 今天能成为世界上一等国 将来还能不能领导世界呢 那就要看他现在所作为 你看看 在一个世纪之情 美国人在全世界受人尊敬 受人赞叹 那么现在 美国是全充世界进场 也许许许多多地区族群 对美国人不满 连美国政府都宣布 美国人出去旅行 要特别小心 怕人家借机 怕人家绑架 把你当做人质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为什么美国人走出去 不会受到大众人 热烈的欢迎爱戴呢 我们的言行 能不能与时善业道相应 无论大看一个国家 小看一个家庭 夜莺古报都非常明显 这样明显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那就是愚痴到极处了 我们能够不奇遇 这个奇遇里头 现在最严重的 就是包括的是戏剧 你看看现代戏剧的内容 中国自古以来 受儒家的教训 对于这些文艺艺术方面 守住孔老夫子一个原则 思无邪 什么是邪呢 守卧都是写 所以中国古老的戏剧 诸位仔细去观察 他的剧情 古老的戏剧 守住四个原则 那是社会教育 教导老百姓 教什么呢 忠孝介义 善有善报 我有我报 你看他的内容 是不是这样的 这跟外国的艺术 不相同 中国几千年来 这文艺界都守住这个原则 包括地方戏剧 也不例外 从前学校没有这么多 学校教育不发达了 国家 国家怎样教化全国的人民 只有两类戏剧 狗 从来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字 他很会做人 他从哪里学来的 看戏学来的 所以从前这个戏班子 各个地方去表演 那是社会教育 现在随着科技的发达 舞台的戏剧 逐渐逐渐没落了 都变成电视连续剧了 那么现在的写电视连续剧 剧本的 他就不会遵守 孔老夫子的原则了 那外国这个电视内容 就不必说了 就从前方东梅先生 给这个台湾教育部的官员说 那是教育部官员 向他请教 那一天正好 我在他家里 我听到他们谈话 这个官员向 方先生请教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 最强的国家 古时候 罗马是世界上最强的 罗马也亡国了 所以他就向他请教 美国将来亡国 第一个因素是什么 方先生 好没有忧郁 不会像是考虑一下再答复你 立刻就答复 很干脆 电视 美国将来亡国 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是电视 他的电视 电视内容 完全是十五亿 二十四小时的播放 小孩 年轻人天天看这个东西 在美国小孩 婴儿 我看两三个月 眼睛就张得大大的 就看电视了 你说这还得了吗 所以今天美国青少年的问题这么严重 他都不晓得这个原因出在哪里 出在电视 现在小孩 儿女杀父母 学生杀老师 杀同学 非常严重 电视造成的 所以当时在台湾 方向的警告 台湾要小心 如果不加以防范 要布美国人的后尘 那台湾也就完了 整个毁掉了 这是属于其余 所以不其余的果报 也不虚实 绝没有虚妄的 因此人皆敬爱 敬受 别人能够尊敬你 能够接受 你自己有善巧方便 帮助一切众生 断除疑惑 这是 这个口的四种善业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